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言习是平言低诗的地方 引卧是指比较平坦回卧的土地 衣食于是夫生 这个都是比喻 比喻能生财用 能生衣食 自然产生的 今天他假如能够听老百姓的心声 顺着老百姓 爱护老百姓 他也能把整个国家强盛起来 结果 立王你不顺着这个自然 还要把人民的口 把他堵住 甚至还杀害那些 讲内心话的人 口之先言也善败于是 夫心 他把话讲出来了 你做得好跟不好的地方 都很清楚 人民反映出来 反映朝廷 他这个政策做得好不好 从人民口中 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无民立之心而先之口 老百姓失利的 心理想的 透过嘴巴表达出来 宣泄出来 这个就是民立之心而先之口 从他内心想的 要讲的话 要表达的 从口中宣泄出来 成而行之 一个领导人 如果把他领会到了 好好去改正 去反省 去做 他对国家很有帮助 若拥其口 其与能几何 你把他的嘴都塞住了 人的心都不向着你 还有几个人可能跟着你 这是欠力王的话 王不听 他还是不听 一次果莫感觉 全国的人都没有人敢说话 三年之后 乃乡与叛习王 乡与就是集结起来要革命 要反报军 叛习王就是反叛他 攻击他 王出奔于智 这个帝王 就跑到智地去 这个智就是现在的 山西省赋县这个地方 这是 利王没有听 这些忠诚的劝谏 最后 人民起来反抗 结果他就跑了 所以 这里也是提醒我们 要结义 要自义 还要能够纳见 接纳别人的劝谏 这样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 好 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滑雪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